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爾星期四出新書 回憶他在香港97年回歸之前 參與中英聯合聯諾小組和英國談判的經歷 更會揭露香港回歸談判最後階段的一些細節 包括車毀人亡論的真相 陳佐爾說他當時的言論以及和英方的協議 都是為了令到香港能夠順利回歸祖國 並且努力推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提及近期香港發生的社會大事 陳佐爾說推行國民教育是天經地義 相信只要和充共濟 就能夠解決目前的爭議 至於內地自由行 他說這是好事 相信香港政府會處理好 不會變成壞事 自由行在2003年香港那麼困難的情況下 對於實現這既是香港廣大同胞的願望 也是內地廣大同胞的願望 他又說對梁振英政府有信心 梁振英特首剛剛上任 7月1日國家主席對他也做了英切的期望 胡主席7月1日在香港的重要講話 我還是那句話希望大家深刻的領會 他相信行政長官梁振英會帶領香港 建設更好的社會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